停车难停车柜是大城市中心城区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而就在两年前上海开始尝试了一种新型的停车模式P加2 也就是引导人们把车停放在城市外围轨胶车站附近的停车场 然后换乘地铁进入市区 而最近我们记者调查的时候发现 已经投入使用的六座P加2停车场 有的炙手可热 而有的却门可罗雀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早上八点钟在位于鬼交二号线松红路站旁的P加2停车场 前来停车的自驾足络绎不绝 仅仅几分钟五楼的停车位就全部停满 只剩下六楼的顶楼车位